地球真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大戰的力量強大 令到這個地方孕育了不少生物 我們從我後面的生物 動物有這麼多種 自然動物的冷知識也不少 我們今天就一起看看其中的一些 首先我想說一說一角瓶 就好像菠蘿包不是菠蘿做 Suckerberg不是蜥蜴人 三色豆不是給人吃 一角瓶那隻不是角 是牙 要深入一點說其實是犬齒 就好像大象的象牙 但是為什麼只有一隻呢 因為只是左邊那隻會生出來 右邊那隻睡著了 就算有突變 右邊那隻牙生出來也好 都一定短過左邊那隻 多數的暴雨類動物 牙齒表面都會有一層發狼質 但是這隻牙是沒有的 它最外面是很多孔孔的象牙質 那些孔孔連接著的是神經細胞 而一角瓶住的地方 就是凍過雪櫃冷笑話的北極 簡單來說一角瓶一年365天 都在敏感牙齒 真的用多少舒適答 看多少次愛康健都搞不定 接著要講第二隻動物 就是魔鬼魚 但是為什麼魔鬼魚叫魔鬼魚呢 是因為在16世紀的時候 當年的海上人和陸上人 資訊不流通 而海上的人捉到魔鬼魚之後 就把他們曬乾 經過修飾 騙陸上的人就說 這些就是魔鬼的身體 用歌架把這些所謂的奇珍義物 賣給陸上的人 讓大家看看圖 對了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些魔鬼魚 形形逆逆地生存 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後就被那些猴子捉走了 你說拿來給你吃 給你穿 都由自可啊 你們竟然拿來當紀念品賣 真是好慘啊 幸好以前沒有愛護動物協會 和動物保護條例 否則你們全部水上人 被人捉去坐牢也像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這些就叫贏在生蛋前 如果生出來 是隻蝴蝶 你說多好呢 接著我就想說一下 企鵝 名字好像有嚇你 因為企鵝是站在那裡的 每個60秒 在阿菊 每個小時 一小時 但是大家看看 企鵝的骨架 牠兩隻腳仔 是在蹲在那裡的 所以其實叫蹲鵝會比較貼切 糟糕了 為什麼動物好像全部都這麼慘 一國禽就敏感牙齒 魔鬼魚就被人捉來做戰利品 然後企鵝還要一年365天都要蹲在那裡 本身以為做人已經很慘了 但是原來還有動物比我們更慘 其實下雨有貓很怕 生命滿希望 遲到會游我床 接著又是時候說說其他動物 大家都知道 狗就牢牢牢牢牢 狗就咪咪叫 咪傘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運動 哇 好運動 但是以下來的動物 又是怎樣叫的呢 首先 戰豬 其實是這樣叫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而樹懶就是這樣叫的 跟著下來 就到樹熊了 你看牠這麼可愛 你覺得牠是不是會像剛才那些動物那樣BB叫呢 對不起 大家是不是對樹熊的印象徹底崩壞呢? 我都不想這樣親口承認 但是 樹熊的確真的是這樣叫的 不過幸好牠們不是時時刻刻都是這樣叫的 只是紅聖的樹熊在交配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平時的樹熊是不會這樣叫的 這些紅聖能夠發出越深厚的聲音 就代表牠越強壯 同時如果紅聖的樹熊叫得越大聲 那牠的聲音就能夠傳得越開 自然就會有更加多的女性聽到牠的聲音 所以要發出這些聲音 其實就是要用來吸引異性了 好快就講完關於動物的冷知識了 不知道大家有喜不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吧 類似的催水型影片我會繼續拍下去了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今集就來到這裡吧 拜拜 如果大家會有多些地方 我會有多些地方 我會有多些地方 然後那些地方 我們會有多些地方 我們會有多些地方 看起來